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星期二下午的全日总结 这个环节请来Jason,座地的嘉宾 Jason,你好 首先和大家看看中港两地股市的收市表现 内地股市上升 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3251点升13点 深正城市收市报10559点升39点 湖深300报3706点升11点 创业板指数升5点收市报1798点 香港股市方面恒生指数收市报27174点跌75点 而国企指数升30点 收市报10738点 而大市成交金额去到943亿元 看到港股昨天反弹超过300点 今早都反复做好 而下午在乘幅上上下下 不过尾段突然之间倒跌 是否大市都要整顾一下 投资者可能都等明天腾讯的业绩 才再作部署呢 Jason 你讲到腾讯都看到 今天腾讯去到后段的股价 跌幅都很明显 由今早最高330元 到收市跌到318元 所以在业绩之前 大家似乎有些获利回吐的心态涌现了 那说到大市 今天真的没有什么很特别的消息 但是如果要留意的话 其实在蓝筹股里面 真的升得比较多 真的托着个市 都是一些内银股 那好像你说建行 公行 和中行 普遍的股价都升到1-2% 那今早更厉害 普遍的升幅去到3-4% 那去到下午回来的升幅就收窄了 但是如果你看回其他行指成分股 包括资源类别的股份 一些能源、石化方面的股份等等 都是要向下的 如果不是一些重磅的耐人托着 今天的指数就绝对不止 只是跌七十几点那么少 那换言之就说 这一阵会不会都只是有一些大户 可能就是托着一些比较重磅的股份 来沽着其他的板块 或者沽着其他股 那今天见到在那个升跌股份比例上 其实都有接近八百只股份是要跌的 那还有在之前都和大家分析过 在上个星期四、星期五 连续两天跌了成九百多点下来 基本上都是已经将之前那段的升浪 是有个明显的破坏的 那就算你说在昨天的市场上升上来 那但是成家八百多亿了 那比较回上星期五跌市的时候 去到千四亿都是差紧一折的 那去到今早同样地 你见到市场上升的动力都不是很大 那去到两万七千四百多点 大概十天线左右都是有个阻力 是顶住了升不穿 那我都相信这一段的调整 都未说叫做完结的 那就是昨天的反弹 或者今早的反弹 都只是可能一个叫技术上的后抽 就不等于就说整个调整浪 就因此结束了 那接下来如果你说腾讯出来的业绩 是一样的 又或者再加上去到接下来星期五 其他的因素都可能不是太好 包括就好像今天 刚刚都出了内地人民币生存贷款 M2货币供应量的数字 都是差过市场预期的 那会不会因为这些比较疲弱的经济数据 都会令到明天的市场进一步挨沽 令到行指方面的跌势会进一步持续 那这一方面大家是需要有点戒心的 如果你说这一段的事真的要再向下调整 那下面我就看27000就未必能够守得住 那甚至乎要看下一个比较明显的支持 大概就是26300至26400点 好 看到腾讯收市就是318.8 跌了5.2 看完大市之后就和Jason说一下个别的办法 今天升得比较好的就是耐银股 因为银交会就公布了 上半年商业银行累计实现净利润 就是9703亿元人民币 按年上升近百分之百 而其内不良贷款余额是1.64万亿元人民币 不良贷款的比率是1.74% 和首季尾是持平的 看到大摩也唱好耐银股 就说大型的耐银在第二季的营运 会慢慢逐渐转街 预料正式差按柜可以扩阔三个基点 相信资产的质素可以进一步改善 看到耐银股今天都可以说跑赢了大市 你怎么看他们的前景呢 Jason 当然耐银将来公布的业绩 我相信第二季都一定是有个好转的 特别就是针对大银行 本身之前银监所实施的那些规管 特别就是针对理财产品的发行 或者同业传单方面的限制 其实对于大银行本身 那个影响就不是太大 反而见到Shyber的上升 对于这些流动性比较充裕的银行来说 都能够可以向同业方面拆出资金 来套取分一个高一点的息差 所以大银行你说息差有机会扩阔 又或者那个不良贷款方面 又可以进一步回落 这一方面是值得憧憬的 但是要小心 就是说那个小银行 例如就是民生银行 交行等等这些 就未必说一定那么好劲 当他们不断要在市场上拆入资金 又或者他们的同业传单的占比 佔整存款比例比较大一点的时候 那相关的监管政策 对他们的影响都相对会比较大 所以如果你问我这一段 大银行的确是跑赢的大市 那好像你说今天真的升的 都刚刚提过建行公行中行 一些比较大的银行 相反地刚刚提过 民行今天其实都是要跌的 所以你说接下来出业绩方面 一些小银行就没有什么特别的憧憬 那好了 就算你说说大银行 接下来业绩是对板的 但是都不要忘记 这一段其实股价在H股方面 都真的升了不少上来的 还有跟A股方面的差价 都在不断收集中 上个星期尾都见到 内地很多资金 就是经过港股通来买的资金 都是大举沽这些中资金融股 所以变上你说 接下来北水有机会逐步流走之下 对它们的升势来说 都会有点压力 那今天很多资金融股 都是早段升了很多 但是去到下午回来 都见到的升幅明显是收窄 以建行为例 那去今日最高的股价 都去到大约6.7左右 那就是跟之前那两个高位 是相当接近 那到这些位置就无以为计 去到下午回回来 那代表着上面这一个的阻力 那那个的压力都是相当之大 如果你说短线 我自己看那个行指有些回回的话 内银股都很难说独善其身的 虽然今天它是叫撑住 但是究竟它未来能够撑到多少日 那这方面我有些保留 所以短线我自己都觉得 如果之前低位买了货 有利润在手的 那现时这些价位 都应该考虑去到趁高减方为主 建行今天就是收市报6.52 升超过1% 而今天表现最好的蓝筹股 就是工商银行 升超过2.7% 收市报5.55 最后再次和Jason说股份 就是汇德峰20号 汇德峰就公布了 自至今年6月底为止的中期业绩 顺利就是按年升超过1成 去到62.43亿元 而每股的基本盈利就是3.06元 中期股息就是47.5仙 集团的核心盈利就是增加了6% 去到港币54亿元 但见到业绩都没有特别提到 一些重组的业务各方面 见到股价今天汇德峰都下跌 连他的主要附属公司的九仓都下跌 是不是投资者都不满意 汇德峰的业绩的表现 或者他没有提到重组这些计划呢 没错 见到今次汇德峰出来的核心盈利 其实升6%就真的不算特别多 特别是今年上半年 本地的楼市或者内地的楼市 都是做得不错 很多其他地产商或者内房公司 都公布了一个相当好的业绩 主要都可能因为本身汇德峰 之前推的那些楼盘就不是很积极 还有利润率方面都是受压 可能都是因为之前去买的那些地 相对来说成本都不断增加 越买越贵 所以就算你说去买到楼 但是当价钱不是加得很厉害的时候 都是会令到利润率方面受到压力 至于在重组消息方面 上周见到九仓出业职 就说会分拆旗下的投资物业 大家都会有个展望或者有个憧憬 汇德峰会不会跟九仓有更大的重组计划 因为九仓拆了本地的商场之后 剩下的地产发展业务 或者内地的商场 其实都跟汇德峰本身的定位相当相似 所以你说两者会不会有机会做个重组 又或者汇德峰会不会施有化买那只九仓呢 这方面是有市场上不断流传着 但是这次他在业绩发布会上面 管理层就没有直接提到 但是他也没有否认的 都只是说到暂时没有这个相关计划 所以可能在短线当市场都有一些失望之下 股价要跌下来 如果你说未来的时间有更多一些相关消息出 那汇德峰的股价再升上去都不出奇 所以短线里面虽然股价是有点压力的 但是我相信跌幅未必会很大 下面看着大概57-58元 都应该会有个不错的支持 汇德峰全日收报60.5毫半 跌超过4.7% 至于九仓就全日收报70.9毫半 跌了2.4 最后都跟Jason跟进油股的表现 因为国际油价昨天创了 接近三个星期的新低 三桶油都下跌 加上美国能源资料署预计 美国9月叶岩油的产量会增加11.7万桶 去到创纪录的615万桶一日 往年升了9个月 是不是都意味着 来着油价或者油股的走势可能都没什么运行呢 美国叶岩油不断增产都预期之内 反而你说短线令到油价下跌的都有很多其他因素 例如OPEC之前公布最新的月份减产的执行率 都是创了去年以来的新低点 只剩7成多 有个别成员国 好像阿尔及利亚 又或者伊拉克等等 都不是很积极去到减产 另外一些叫做不需要受这个规限的国家 例如利比亚也是大举增产的 所以令到大家会担心 原油的产量供应会不会都进一步增多呢 再加上需求面上 见到中国之前公布的进口数字 讲原油进口 刚刚对上个月都是有个几明显的放缓 以及在中国方面原油的加工厂 或者炼油厂方面 最新的月份也都见到在工作量方面 是有个几明显的一个下降 所以短线里面我都相信 对于油价来说是会有点压力的 那你见到在香港上市的三桶油来计 今日的386就表现得最差了 刚刚也提到内地的电源厂 如果利用率或者开工率是比较弱 对于中石化来说是有个最大的打击 至于你说油价跌 对于883来说当然都是没有运限 短线如果你说油价过反弹空间 或者力度是有限的时候 三桶油我相信 在未来的日子都仍然是会跑输的大事 好 见到中石化全日收报5.6.8 跌超过3% 而中石油就报4.8.6 跌超过1.8% 至于中海油就收市就是报8.5毫 白压跌超过1.4% 好 谢谢Jason你的长障分析 都和你申报 刚才提过股份有没有持有 没有持有的 好 谢谢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下次再和大家聊